下面讲拿号的姿势 左手拿着号身 右手 这三个手指的 分别放在这三个活塞上 手形成半圆形 不要这么按键的 这样按键的将来吹奏起来会很慢 成半圆形 用第一个关节的前半部分出键 身体呈直立状态 两个脚稍微的分开一些 这样可以保持身体的稳定 角度 耗嘴的角度 耗身的角度和身体 大概称75度角 如果它直的话是90度 往下落一点75度 不要太低 过低过高 对吹奏都有影响 下面讲坐立吹奏 坐立吹奏 身体也要保持直立状态 这个角度 把耗口抬起一些了 有些同学呢 不太注意这个坐姿 坐的时候呢 很随便 这样呢 不利于吹奏 有些同学呢 靠在凳子了 靠正吹不好 这个还有呢 敲二郎腿 这都是也很不好的习惯 所以无论是站立吹奏 还是坐姿 都应该养成一个良好的吹奏习惯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